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4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两位参与整改的人士告诉路透社 中国当局正在推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售非核心资产 同时考虑为这家负债累累的 坏账管理公司的债务提供隐性担保 消息人士称监管机构 正在向这家国有控股的坏账银行施压 要求其出售包括一家银行 一家信托公司 一家投资公司 和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在内的资产 华融是中国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试图进行重组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 中国将非正式的向华融 今年到期的200亿美元债务提供支持 而公司将回归主营业务 华融的问题在今年4月 引起了中国美元债市场投资者的恐慌 此前 华融推迟发布业绩 导致其评级被下调 全球多家机构发出警告 其股票交易持续停牌 另一消息人士说 救助华融的好处是很大的 不救它危害很大 华融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 负责处理国有银行的不良债务 财政部是其最大的股东 前董事长賴小明在被贪污调查后被处决 消息人士说 中国正在考虑要求其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比如说信达资产 长城资产和东方资产等 继华融之后也进行类似的业务精简 华融在今天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告诉路透社 监管机构要求他回归本源 专注于我们的主营业务建立核心竞争力 他没有确认或者否认资产销售 说他将在未来发表声明 华融说 公司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长债义务 同时公司的流动资金目前状况良好 我们已经为未来的债务偿付 做了妥善安排和充分的准备 消息人士称 当局还没有就救助华融 或者是对华融的长期业务发展 做出任何的决定 此时监管机构正在等待华融延迟的年度报告的最终审计结果 该报告可能在8月份发布 然后再做出相关的决定 一位消息人士说 对华融债务的支持不会是公开宣布 而是当局会以一种非正式的形式劝说 就像在中国有时看到的那样 以防止债权人采取激烈的行动 比如说路透社4月份报道 银监会此前曾经要求一些银行 不要扣留对华融的贷款 并且要求一些国有银行 准备用现金支持华融 两位消息人士说 除了对华融的任何救援之外 该计划还旨在增强对离岸市场上 投资及中国发行人的信心 在华融的离岸美元债券的价格 最近跌至历史低点之后 监管机构正在试图避免该公司破产 或者对其投资者进行减持 目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 确保华融能滚动债务 最好是用未来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由于公司股东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分歧 三年来推动华融精简的工作进展缓慢 现在一些可能的资产出售正在进行中 消息人士称 中国湖南省政府正在谈判 以获得总部位于长沙的 华融湘江银行的控股权 一位直接了解该交易的消息人士称 德意志银行计划购买华融 在其合资公司华融融得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 而此前央行通过一家子公司 购买华融资产的计划 被中国监管机构拒绝 根据周四晚间香港联交所的资料显示 美团网董事长兼创办人王兴 将市值179亿港元的股票注入了公益基金 美团回应称 此举是高管个人的资产规划 不对公司发展有任何影响 联交所权益披露显示 王兴是于6月3日签订股票转让计划 将5731.9万A类股转为B类股 并将此部分的B类股注入王兴基金会 该基金会将专门用于推动教育与科研等公益事业 由于只有王兴等三名联合创始人持有A类股 这折射出A类股的稀缺性和珍贵性 按照常规判断 王兴将A类股转为B类股 意味着这部分的股票对应的投票权将会相应的减少 美团方面回应称 此次股本的转换属于高管个人 出于公益目的所做的资产规划 不会对其继续推动美团发展有任何影响 按美团6月2日收盘价311.8港元计算 该捐赠股份市值约为179亿港元 资料还显示 该基金当日已经完成了约29亿港元的公益捐赠 王兴转让股份的背景之一 就是现在反垄断力见高悬 监管机构在4月份宣布对美团网进行调查 周四市场监管机构还对美团和其他几家 共享经纪公司不透明的定价行为提出警告 前雅虎中国总裁谢文说 王兴捐赠股份的时机有点敏感 他不相信这种决定的背后只是一个单一的原因 从近期的动作来看 王兴对外捐赠的动作有点增多的趋势 就在5月12号 王兴及家人向龙岩一中捐赠5000万元 并且设立龙岩一中王兴教育基金 王兴的父亲王苗代表出席捐赠仪式 未来这笔款项将用于龙岩一中的教学 以及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而在此前的4月份 作为清华大学1997级校友的王兴 也曾捐赠母校 设立清华大学新华基金 支持学校讲习教授制度的全面建设 切实助理清华创建杰出学者引进机制 加强顶尖师资队伍建设 同时王兴还帮助设立 全球顶尖博士生员专项奖学金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支持顶尖博士生员 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福布斯富豪榜数据显示 王兴身家199亿美元 约合1280亿元人民币 位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90位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海航集团清算组承认截至6月3日 累计收到6.74万家债权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16.63万笔 收到申报债权金额约1.2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已经确认的债权约4000亿元 不予确认的债权约3500亿元 暂缓确认的债权约为1500亿元 清算组表示 偿债资源缺口巨大 海航集团今年1月末宣告正式进入 破产重整程序 旗下多家上市公司也同步公告 申请破产事宜 3月份海南高级法院发布公告 裁定对海航集团等321家公司 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并指定海航集团管理人 担任321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的管理人 中国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3月份的公告显示 海航集团清算组 拟公开为海航旗下的航空主页和机场板块 招募战略投资者 据报道 上海首富郭广昌的复兴集团 正在布局接盘海航控股 据4月30日 海航集团旗下13家上市公司 发布的2020年年报显示 这13家公司共计亏损947.73亿元人民币 其中海航集团航空主页上市公司 ST海航亏损640.03亿元 刷新A股记录 海航集团前身是1998年4月16日成立的 海南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总部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是中国一家有官方背景的大型企业集团 因其采用借贷的方式疯狂扩张 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最终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清算 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将成立 政府关系部门拓展海外市场 面对中国反垄断监管 发展国际业务成为蚂蚁突围的新出路 蚂蚁集团政府关系部门将由高级副总裁 陈磊明领军组成实人团队 并负责处理国际政府与政策事务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称 蚂蚁集团海外拓展的内核是电子钱包和支付 这些都是涉及庞大数据的业务 需要与当地的有关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 知情人士称 新成立的部门优先瞄准的重点市场 将包括东南亚 香港和澳门 但是欧洲也将成为未来的目标 蚂蚁集团去年10月份公告 在科创版上市发行 不料上市前夕 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发动了反垄断监管 蚂蚁集团被约谈 据传监管部门重点警告 蚂蚁集团不能够重蹈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体系崩盘 三次监管约谈后 蚂蚁集团被打回金融原型 也就是祭出监管五项 其中下令要求蚂蚁集团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业务全部纳入监管 值得关注的是监管部门随即发声 强调对金融科技模式创新等类型的企业 要从严把关 限制在科创版上市 这透露蚂蚁集团要在科创版重新上市 恐怕会生变 而且蚂蚁集团也从去年11月3号 发布暂缓上市公告后 在科创版的上市进程 至今也一直处于冻结的状态 上市受挫又要整改 美国基金巨头复达投资 对蚂蚁的估值做出了大幅的调整 降至了1440亿美元 与去年8月份的估值2950亿美元相比 大减51.2% 面对中国加强监管蚂蚁集团认为 发展国际业务还有机会找到新的出路 彭博报道 虽然蚂蚁集团在新加坡 取得在线银行的执照 但是在其他亚洲地区 市场却进展缓慢 知情人士表示 蚂蚁集团计划与其他海外合作伙伴 包括电子钱包支付机构与银行 合作处理跨境汇款 计划共享技术解决方案 发展区域扩张策略 蚂蚁集团因此新成立 政府关系部门向海外专责处理 涉及隐私的数据处理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